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主 你说有就有 你说立就立,哈利路亚 我们宣告你的声音是大有能力的 你是满有威严的 你满有力量的,哈利路亚 无论什么环境 唯有你配得我们敬拜 你是值得我们敬拜的 准备好了吗 我们敬拜我们的主 耶和花 维望到永远 耶和花 赐我们力量 耶和花 赐我们力量 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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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 慰望到永远 耶和华 赐我们力量 耶和华 赐我们平安 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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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 拥抱着向前 耶和华 慰望到永远 耶和华 赐我们力量 耶和华 赐我们平安 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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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 同抱着向前 耶和华 慰望到永远 耶和华 赐我们力量 耶和华 赐我们平安 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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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天来敬拜 永远遇见光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神炫耀 祖荣耀降临 荣耀珍贵 能地全平归于你 你是我的救助 我的救赎 荣耀珍贵 能地全平归于你 你是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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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敬拜 荣耀珍贵 能地全平归于你 你是我的救赎 我的救赎 荣耀珍贵 能地全平归于你 你是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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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敬拜 荣耀珍贵 美丽无比 神的儿子 耶稣 我的救赎 荣耀珍贵 能地全平归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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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救赎 我的救赎 荣耀珍贵 能地全平归于你 你是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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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敬拜 荣耀珍贵 能地全平归于你 让你全平贵于你 你是我的舅舅 我的救赎荣耀总归 让你全平贵于你 你是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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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起吧 你是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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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起吧 我要永远尽快 在我生命中 你永远都是唯一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我亲爱救助你 有谁能够交我 与你搬离 我要付出尽来 愿你永远能 祈愿我的生命 求你满足 我的感恩 愿尽跟随我救助 我要永远尽快 我要永远尽快 在我生命中里 永远都是唯一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我亲爱救助你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有谁能够交我 与你分离 我也为你 为你永远能 我要付出尽快 我要付出尽快 我的感恩 要永远尽快 我要付出尽快 救助 美好的救助 往那时刻 你是随时的满足 做你一次的领养 舍过这世界 一瞬心靠你 不怕任何疯狂 心事的天赋 贪固我心里 是我能够的坚固 你照亮我的路 你到我的脚步 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 我要永远静爱你 在我生命中 你永远都是唯一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我轻而救助 有谁能够交我 与你分离 我要付出情怀疑 愿你永远能 喜悦我的生命 求你满足 我的口 眼睛奔随我 眼睛奔随我救助 我要永远静爱你 在我生命中 你永远都是唯一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我轻而救助 有谁能够取代你 有谁能够交我 与你分离 有谁能够交我 与你分离 有谁能够交我 与你分离 眼睛奔随我 眼睛奔随我救助 求你满足 我的口 眼睛奔随我救助 主 我们感谢你 主 我们感谢你 无论是什么环境 无论是我们在患难之中 你都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是我们一切所依靠的 主 感谢你 让我们有盼望 愿主 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 愿你阅纳我们生命中为你所作的一切 当我在烦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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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要信靠耶稣 在烦难之中 我仍要欣靠耶稣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心所依靠的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心所依靠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永远当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永远当全 让我在犯难之中 我仍要心靠耶稣 你是我的一切 我心所依靠的 当我的心动药师 我仍要赞美耶稣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心所依靠的 你是我的盼望 我心所依靠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永远当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永远当全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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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永远当全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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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叫我抬起后的舍 白宗 你叫我是慈爱 黑夜 我要歌颂祷告 你是我的诗歌 我的避难所 叫我抬起后的舍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永远成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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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各位中文堂 弟兄姊妹 早晨 各位中文堂 弟兄姐妹早上好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教会神国之光的预像是什么 你记得我们神国之光的意象是什么吗 记得的举手 记得的请举手 哦 一个 两个 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 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 带给给世代信心和盼望 带给世道信心与盼望 记得吗 大家一起念 一 二 三 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 带给世代信心和盼望 我们怎样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呢 如何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呢 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爱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爱带给我们身边每一个人 神怎样将他的爱带给我们 神如何把爱带给了我们 怎样啊 如何呢 他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将神的爱带给我们 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把神的爱带给我们 所以我们想将耶稣基督的爱传开去呢 所以如果我们想把耶稣基督的爱传遍给别人 我们就将这个福音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就要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对吗 对吧 你有没有将福音带给你身边的人啊 你有把福音带给你身边的人吗 一人带一人 一人带一人 教会坐满人 教会坐满人 Amen 如果你们每个人带一个人来 如果你们每一位带一位朋友来 带他相信耶稣 我们整个教会都不够坐 我们整个教会都不够坐 Amen 过去的两个星期 我们是讲圣经中的人物 我们是在讲圣经中的人物 你听到陈牧师和师母讲两个不同的人物 以利亚和约纳 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初信主的时候 我看了一本书 我看了一本书 是陈中到牧师写的 是陈中到牧师写的 圣经中的成功和失败的人物 圣经中成功与失败的人物 大家知道圣经中很多很多人物 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人物 有成功有失败 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像陈牧师所说的先知以利亚 她是一个非常忠心神的仆人 但她遇到挫折 但当她遇到挫折的时候 她想辞职不干 但是神挽回她 到最后以利亚是一个忠心 继续她忠心的师父 她被神接了回去 她被神接回去 那约拿呢 本来神差拜她去 尼尼未成全福音的 她本来是神差拜她去 去传福音 但是她不愿意去 因为她不喜欢外邦人 因为她不喜欢外邦人 很狭隘的民族观念 她想走开远避神的旨意 她想避开神的旨意 但没有人能够逃过神的旨意 最后神都带她去到神要她去的地方 最后她还是被带到神要她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圣经中 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物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物 有成功有失败 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些人物给我们呢 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些人物记载下来告诉我们呢 是为了让我们去学习 在她的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生命的功课 可以从这个例子当中学习生命的功课 今天我们讲新约一个人物 今天我们在讲一个新约里面有一个人物 这个是很成功的人物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 一讲出的名字大家就知道 把名字说出来每个人都知道 就是仕途保罗 就是仕途保罗 仕途保罗是我们可以讲新约之中最伟大的仕途 保罗是在新约里面最伟大的仕途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仕途保罗的生命 我们今天就分享一下仕途保罗的生命 看看我们在当中学到什么的功课 让我们看一下在当中能够学到什么 保罗有名苏罗 保罗有名苏罗 大家知道他有两个名字吗 苏罗和保罗 大家知道他有两个名字吗 有些人就说他 他本来叫苏罗 他信了主之后就改名做保罗 有人说他原名叫苏罗 信主以后改名叫保罗 这个是错的 这是错误的 苏罗是他希伯来的名字 苏罗是他希伯来文的名字 而保罗是他希伯的名字 大家知道在旧约的名字 在新约就改了不同的 大家知道在旧约的名字 在新约里面就改了不同的叫法 好像旧约的约书雅 在旧约里面的约书雅 大家听到约书雅吗 约书雅 新约就是耶稣 不同的名字 其实是一个名字 但其实是同一个人 苏罗大约在公元后五年出生 苏罗大约在公元后五年出生 我们第一次看到苏罗的名字 我们第一次看到苏罗的名字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 当时第一个使徒殉道是叫使徒犯 第一个使徒信道是叫使徒芬 那些犹太人用石头扔死他 那些犹太人用石头把它扔死 圣经就记得到当时 当时苏罗就在那里 圣经记载着苏罗当时就在那里 他就看着使徒犯的殉道 他就看到使徒芬的殉道 他很开心 因为他很憎恨基督徒 因为他很憎恨基督徒 那苏罗的背景是什么呢 那苏罗的背景是什么呢 是一个变亚民族的人 是一个变亚民族的人 他是当时犹太教最出名 最好的教师 加玛列的得意门生 他是当时最出名的教师 加玛列得意门生 他的旧约圣经很熟 他对旧约的圣经很熟 犹太的律法很熟 对犹太的律法非常熟 他是犹太教的死硬的支持者 他是犹太教的死硬派支持者 另一方面呢 他是很大力迫害了基督徒 另一方面 他非常大力地迫害基督徒 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 根本是偏离了犹太教的教导 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 是偏离了犹太教的教导 是一个异端 是一个异端 所以在《士图行演》第八章 我们看到 阿保和苏罗周围去捉那些基督徒 使徒 使徒行创 他看到苏罗到处去抓那些基督徒 把他们抓去坐牢 苏罗就认为 这样做就帮了神 苏罗认为这样做就帮助了神 但是神有祂的旨意 但是神有祂的旨意 我们说一说 苏罗他如何遇到主的经历 我们说一下苏罗是如何遇到主的经历 这个记载在《士图行传》第九章 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 大家看到吗 当时 苏罗是去大马士甲的途中 当时苏罗是去大马士甲的途中 为什么去大马士甲呢 为什么去大马士甲呢 因为他想去那里捉那些基督徒 他想去那边抓拿那些基督徒 但是在途中 突然间天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光照着他 突然间天上有一束很光的光照在他身上 那又有声音在天上对苏罗说话 当时有声音从天上向苏罗说话 主耶稣亲自对他说 主耶稣亲自对他说 苏罗 苏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苏罗 苏罗 你为什么批破我 各位 在主的心中 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主 当这个大光照着苏罗的时候 苏罗整个跌倒在地上 他根本最不知什么事 当他起身的时候 他的眼睛已经看不到 已经瞎了 于是人们就带他去大马士甲的城里面 那别人就把他带到大马士甲的城里面 那主就派一个门徒叫做阿拉利亚 阿拉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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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罗按手祷告的时候 有一件事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眼睛有一些鳞片掉了下来 苏罗就立刻看到了 苏罗就马上看到了 一个灵性上麻木的苏罗 他遇到主之后 他遇到主以后 他开眼了 他认识主了 于是他受洗 也接受了圣灵 于是在这次 遇到主之后 从这次遇到主以后 苏罗的生命就得到改变 苏罗的生命得到了改变 那他重新得救之后 那他重新得救以后 苏罗就开始在大马士革 讲福音 周围告诉人 苏罗就从那时候开始到处传福音 耶稣基督是主 他说耶稣基督是主 但没有人相信他 没有人相信他 那些基督徒认为这个是奸细 基督徒认为他是奸细 这个是异性 当然是浸入我们当中来分化我们 但是分化我们的 那些犹太教的人又不信他 犹太教的人也不相信他 这是叛徒 这是叛徒 我一生他跟开我们 为什么走去基督徒传福音 他本来就是跟着我们的 为什么他去基督徒那边传福音 于是犹太教的人想杀他 所以犹太教的人想把他杀死 于是我们看到圣经 保罗就去了阿拉伯三年多的时候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保罗去了阿拉伯三年的时间 那保罗在阿拉伯做什么呢 那保罗在阿拉伯做什么呢 就是主耶稣亲自把他的福音 启示给他 就是主耶稣亲自把他的福音 启示给他 没有人教保罗 没有人教导保罗 是主亲自把他的福音 启示给保罗 又传福音 所以三年以后 保罗又走去耶路撒冷传福音 向那些犹太人传福音 向犹太人传福音 那犹太人又想杀他 当时犹太人又想把他杀死 于是当时那些门徒 就将他送去大树 他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当时的门徒 就把他送到了大树 他自己住的地方 我们一直看不到保罗的事迹 直到司徒行转第十一章 我们一直看不到保罗的事迹 直到使徒行转 神传第十一章 当时一个使徒叫做巴拿巴 巴拿巴 就去大树找保罗出来 当时有一个使徒巴拿巴 去大树找保罗 为什么要找保罗呢 因为找他做宣教的同工 从使徒行转第十一章开始 我们就开始看到保罗的故事 各位 保罗的生命为什么有改变呢 为什么保罗的生命有所改变 是因为他遇见主 如果你遇见主 你经历过主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对吗 有谁在你生命中经历过主 对吗 有啊 这就是主 当你经历过主之后 当你经历过主以后 你的生命不可能再一样 你的生命不可能再一样 Amen 那保罗的呼召是什么呢 那保罗的呼召是什么呢 主就呼召他向外邦人传福音 正如主呼召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 彼得是负责犹太人的事工 彼得是负责犹太人的事工 保罗是负负责外邦人的事工 保罗是负责外邦人的事工 相信保罗总共在他的三十多年的事奉过程当中 相信保罗在他三十多年的事奉当中 他总共去过四次的宣教旅程 他总共去了四次宣教旅程 他和巴拿巴同工 他和巴拿巴同工 提摩泰 提摩泰 世拉 希拉 还有很多属灵的儿子 保罗和他的同工 保罗和他的同工 就把这个福音带去整个欧洲 就把这个福音带去了整个欧洲 相信去到西班牙那么远 相信去到了西班牙那么远 也去到中亚西亚Asia Minor 也去到了中亚西亚 保罗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 保罗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 我们也不知道多少 有些说相传是超过二十个教会 有些传说是超过二十个教会 其中最出名的呢 其中最出名的 以弗所 就是以弗所 教会是保罗建立的 是保罗所设立的 哥林多 哥林多 肥立比 肥立比 加拉太教会等 加拉太教会等 都是保罗所设立的 大家记住 大家请记住 保罗并不是那十二个使徒之一 保罗并不是那十二个使徒之一 他们如何定义使徒呢 就是跟随过耶稣基督的 就是跟随过耶稣基督的 保罗没有跟随过耶稣基督的 保罗没有跟随过耶稣基督 但是主亲自呼召他 亲自拣选他 亲自拣选他的 亲自启示给他 亲自向他启示 保罗呢 是公认是使徒当中最大那个 最伟大那个 所以保罗是公认在使徒里面最伟大的一个 他比其他的使徒更加更加老苦 他比其他的使徒更加老苦 在他的使徒当中 神说要用很多神迹歧视 证实他使徒的权柄 神用了很多神迹歧视 来证实他使徒的权柄 他周围去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医治 他到处去的地方有很多的医治 很多的鬼被趕出来 很多鬼被驱赶 甚至死人都复活 甚至死人复活 这就是使徒的权柄 神使用保罗传福音 用使徒的权柄 神迹歧视 证实神的话语 用使徒的权柄 神迹歧视 来证实神的话语 保罗是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师 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师 一个很好的教师 一个很好的教师 一个牧师 一个牧师 也是一个先知 他在身上有很多很多神的恩赐 他的身上有很多神的恩赐 各位大家知不知道保罗总共写了多少本书 大家知道保罗总共写了多少本书吗 谁知道 有哪位知道呢 最少13本 最少13本 新约13本书是保罗写的 新约有13本是保罗写的 没有一个使徒比保罗写更多的书 没有一个使徒比保罗写的更多的 他写的书全部是有分量的书 他所写的全部都是有分量的书 比如罗马书以佛所书 他给了这个教会很大的帮助 他给了这些教会很大的帮助 没有人可以超越他 他写的书信全部都收入圣经做正典 他所写的全部收入在圣经中做正典 事实上今天在我们洗新约大部分的书都是保罗写的 其实现在我们所看的新约大部分的书都是保罗所写 他的书信祝福了亿亿万万的基督徒 他的书信祝福了一亿万万的基督徒 但是其实保罗为主受苦也是最多最多的事 其实保罗也是为主受苦最多的使徒 如果想你明白这个神的仆人 如果你想要明白这个神的仆人 我建议大家看《哥林多后书》 我建议大家去看《哥林多后书》 有谁看过《哥林多后书》的 有哪位看过《哥林多后书》的 《哥林多后书》大部分是说保罗自己本身的生命 其他的书信保罗所写的讲的是教义 或者是保罗处理教会的问题 或者是保罗处理教会的问题 但是在《哥林多后书》那里 我们就看到保罗讲他自己的生命 《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所写的是他自己的生命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习 所以我建议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你没看过《哥林多后书》 如果你没有看过《哥林多后书》的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非常值得去看 你会明白神的仆人 如何是被神所制造的 保罗一生没有结婚 他是单身的 他一生侍奉主最少三十年以上 他一生侍奉主最少三十年 大家知不知道保罗怎么死的 大家知道他是如何死的吗 他并不是病死的 他是在罗马第二次监禁的时候 他是在罗马第二次监禁的时候 被当时一个罗马王荡尼罗 是杀他的 是被当时的罗马王尼罗 杀他的 为当时尼罗尼罗仍血 out 因为当时这个尼罗王想拿基督徒出气 我相信保罗是当时在那时候被斩首的 我们在保罗的生命中学到什么呢 这是最重要的 圣经中记载的人物 是为我们所学习的 在他们的生命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 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激励 如果要说保罗好多好多 一天都说不完 今天早上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会说两点 保罗生命中的 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优点 我会说两点 保罗生命中让我们学习的优点 我们觉得很重要 我们觉得很重要的 大家留心听 第一点 我先听 这个是说保罗的信主的经过 我们不用读了 第一点 保罗我们可以学习 就是保罗的中心 第一点我们可以学习保罗的中心 这个字中心这个字很奇妙 中心这个字很奇妙 大家看一个中字 中心的中字是中间在心上面 是一个中间在心上面 什么叫中心呢 什么叫中心呢 中心就是说我们的心是向着正中的 就是说我们的心是向着正中的 不偏左不偏右 不向左偏不向右偏 跟着这个方向走 向着这个方向走 保罗遇到主之后呢 保罗遇到主以后呢 一生对主中心 一生对主中心 跟着主走 跟着主走 他不偏左不偏右 他不偏左也不偏右 这个美德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美德不是那么容易的 今天很多人呢 都是对中心这两个字呢 完全完全没有认识 现今的时代 很多人对中心的二字 没有很大的认识 今天的人呢 世界上的人是 不是中心 是自我中心 现在世界上的人 不是中心 而是以自我为中心 对吗 你听过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这句话吗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 每个人都是为自己 所以今天找中心的人 是很难的 所以今天找中心的人 非常困难 做工本来做得很好 见到另外一份工 多些人工又跳槽 本来工作做得挺好的 看到另外一份工作 钱财比较多又跳槽了 但是自从保罗 接到主的呼召之后 但是自从保罗接到主的呼召以后 他对神的呼召 一生忠心 他对神的呼召一生忠心 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当时保罗在海撒尼亚坐牢 当时保罗在海撒尼亚坐牢 当时有个犹太有个王 叫做亚基伯王 当时犹太有一个王 叫亚基伯王 他就想见保罗 因为他听过保罗这个故事 因为他听过保罗的故事 他对这个人很好奇 想去见一下他 当时他就对亚基伯王说 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各位 保罗的侍奉的开始 他是因为接受到一个异象 他是因为接受了一个异象 是主耶稣基督亲自从天上向他显现 原是呼召他去传福音给外邦人 是呼召他去传福音 向外邦人传福音 保罗接受这个异象之后 没有违背这个异象 保罗接受这个异象以后 并没有违背这个异象 一生三十多年 为着这个异象而奔跑 一生三十多年 为着这个异象奔跑 大家要记住 当时他见亚基伯王的时候 已经是他生命的没头 大家要记住 当他见亚基伯王的时候 已经是他生命的尽头 他很快就迅道 他也都自己知道 他很快就会迅道 他自己也明白 但是他对亚基伯王说 我没有违背在天上的意象 但是他对亚基伯王说 我没有违背天上的意象 这就是忠心 忠心不是那么容易 忠心并不容易 说很容易做出来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忠心我们要给一个代价 因为忠心会有代价 但是忠心是跟随主耶稣 一定要给的代价 各位不是你开始得多好 各位并不是你开始了有多好 而是你怎样去完结你的天路 而是你要如何去完结你的天路 有些人开始得很好 有些人开始的时候很好 但是埋不到尾 去不到结尾 但是结束的时候并不很好 怎样可以保证我们 是由开头信主那天 行到我们见主那天呢 如何去保证 从开始我们信主那一天 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呢 条件就是忠心 忠心 对神的呼召忠心 各位弟兄姐妹 神有没有在你生命中有个呼召呢 弟兄姐妹 神有在你的生命上有呼召吗 有的举手 有呼召的请举手 这么少人举手呢 神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呼召 神在你的生命中有呼召吗 应该每一个人都举手 应该每一位都举手 为什么呢 神呼召你 神呼召你 进入祂的国 你今天坐在这里 今天你坐在这里 已经是神对你的呼召 对不对 已经是神所对你的呼召 如果神没有呼召 你今天不会在这里 如果神没有呼召 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 你可能在家里睡着 你可能在家里睡来觉 或者去喝茶 或者去喝茶 因为神的呼召 你今天进入祂的国 你今天进入祂的国 你进入祂的家庭 所以神呼召你 你就要忠心 所以神呼召你 你就要忠心 我盼望各位弟兄姐妹 我盼望各位弟兄姐妹 你一生对你的呼召忠心 一生对你的呼召忠心 让你可以得到主的奖赏 让你可以得到主的奖赏 正如在马太福音第25章 我主人对我主人这样说 主人对仆人说 主人说好 你这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你 可以尽来享受你 主人的快乐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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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旁边的 忠心到底 对你旁边的 忠心到底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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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保罗的生命当中 我们在保罗的生命中 就看到了这个美德 我觉得这个美德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学习的 我觉得这个美德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都应该去学习 我们去说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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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美德 第二个美德 坚持到底 我说过我们跟随主 我们要给他代价 我们说跟随主 要付出代价 我们要坚持 千万不要放弃 我们要坚持 不要放弃 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我见到有不少的基督徒 我见到有不少的基督徒 他初初信主的 很火热 他信主的时候 刚开始的很火热 说到天下无敌 我要侍奉主 我要跟随主 说到天上无敌 天上有地上无敌 甚至侍奉主 甚至侍奉主 跟随主 但没多久 但是没有多久 人都不见了 人都不见了 为什么呢 他遇到一些困难 因为他遇到了困难 遇到一些挫折 遇到挫折 遇到一些受伤 遇到受伤 他就不相信了 他就不相信了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 圣经中所讲的 圣经中所说的 相信 跟随 大家听着我说什么 相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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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随是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在希腊文的文化当中 在希腊文的文化当中 是现在进行式 是现在进行时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就是相信主 跟随主 不是一次过 意思就是说 相信主 跟随主 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连续不断的 好像一条 一直的直线 是像一条 一直向前走的直线 由你信主那天开始 由你信主的那天开始 你就一直相信 你就一直相信 一直跟随 一直跟随 到什么时候呢 到你见主那天 到你见主的那一天 Amen 这个就是圣经中 所说的相信 这就是圣经中 所说的相信 这个就是圣经中 所说的跟随 这就是圣经中 所说的跟随 各位 各位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 信信不信呢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 信了以后 突然间又不相信了呢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 跟着不跟呢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 跟随了主 突然间又不跟了呢 因为他们遇到错诫 他们遇到失败 他们遇到了失败 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有些基督徒 他错误相信 还有一样就是 有些基督徒 错误的相信 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就会一帆风顺 他们信主以后 就会一帆风顺 家庭也好 家庭也好 事业也好 健康也好 健康也好 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但他发过思想 原来不是这么用 但是他后来发现 事实不如此 他们就不信了 所以他们就不相信了 那些成功神学 大家有没有听过成功神学 大家有听过成功神学吗 他们就说 信主以后 什么都会好的 神的赐福 神的恩典 当然 在这边 大家听清楚我说什么 大家要听到我们说 我们信主以后 神会不会赐福我们呢 当然会 当然会 我也看到很多基督徒 神很大大赐福他们 我也看到了很多基督徒 神很大大的祝福他们 很多事情都很顺利 很多事情都非常顺利 做生意的生意也好 做生意的生意很好 健康也好 健康也很不错 什么都很好 但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神赐福给你 如果神给你赐福 让你各样都好 让你事事如意 家庭也好 经济也好 经济也好 事业也好 什么都一帆风顺 神是为了你 对你身边的人 做一个榜样 神是需要你 去向身边的人 做榜样 而最重要 最重要的 就是神要你成为 祂祝福的出口 神需要你成为 祂祝福的出口 就是说神祝福你 让你可以祝福其他人 就是说 神祝福你 让你可以祝福别人 但是在过去 三十年当中 但是在过去 在生死年 我更加看到的 我更加看到的 我认识到的 我认识到的 信了主之后 不一定 一帆风顺 事实上信主以后 我看到在很多 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你的麻烦更加多 你的麻烦会更多 有谁知道我说什么 举手 你信了主之后 你的麻烦更加多 你信主以后 你的麻烦更多 家庭有问题 事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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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都好像有 很多大的挑战 什么事都好像有 很大的挑战 有些人就不明白 有些人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我信主以后 不是一帆风顺吗 很多人以为 信了耶稣 就无惊无险 很多人认为 信主以后 就会无惊无险 直到终点 直到终点 没有这样的回事 没有这样的回事 没有这回事 我解释给你们听 为什么呢 我要解释给你们说 为什么呢 第一 今天你信了耶稣之后 今天你信主以后 你和魔鬼 是两个不同的阵营 你与魔鬼 是站在两个不同的阵营 有些基督徒就问 我没有信耶稣 反而各样各样都好 信了耶稣 那么多麻烦 我没有信耶稣之前 什么事都好 信耶稣以后 很多麻烦 那耶稣不是祝福我的吗 那耶稣不是祝福我吗 为什么我信主之前 好像更好呢 为什么我信主之前 还更好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简单 非常简单 信主之前 你是属于魔鬼的阵营 信主之前 你是属于魔鬼阵营 你属于他 你是他的马仔 他怎么要搞你 你属于他的阵营 你是他的跟随者 他不会搞你 对了 他不需要搞你 他不会搞你 你在他控制之下 你在他的控制之下 他有利用世界上的东西 让你享受最终之乐 他让你去用世界上的任何事 让你享受最终之乐 没有麻烦 没有麻烦 你信主那一天 你信主的那一天 你就是好自 从黑社会走出来 你出现在 从黑社会里面出来了 脱离了黑社会 脱离了黑社会 黑社会的大哥会不会找人斩你 黑社会的大老会找你麻烦吗 找人斩你 为什么呢 你背叛他 为什么呢 你背叛他 对吗 所以大家要明白 所以大家要明白 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信主 你和魔鬼是两个阵营 你与魔鬼是两个阵营 所以魔鬼是会用一切的力量攻击你 所以魔鬼是会用一切的力量去攻击你 明白吗 他不能把你的救恩拿走 但他会把你搞到没有心情 信耶稣 我不信了 所以他会弄得你 会觉得信耶稣 这么多麻烦我不信了 这么多麻烦我不信了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 我在香港和他一起 在小学 他在香港做医生 他在香港做医生 生活很好 生活非常好 很多年前我回香港的时候 我带了他信耶稣 很多年以前我回香港的时候 把他带了相信耶稣 信主了 我将他介绍了一个 很好的教会 我向他推荐了一个 非常好的教会 头头几年 他过星期有个教会 都不错 刚开始几年 他每个星期都去教会 还不错 有一年我回到香港 有一年我回去香港 我去探望他 我去探望他 发现他没有再去教会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教会 我说为什么你不去教会呢 他完全堕后了 他完全就滞后了 他说神都帮不了我 他说神都帮不了我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原来他家庭有问题 原来他家庭有问题 他就祈祷 各个情况没有改善 他就祷告 但是情况没有改变 他就觉得神不帮他 他就觉得神没有帮助他 于是他就教会也不去了 于是他就连教会也不去了 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对真理不明白 就是对真理不明白 有些人去教会就好像 去超级主书 有些人去教会就像去超级市场 就是说如果神帮到我 我就去 如果神能够帮助我 我就去 帮不了我 我就去另外一间 帮不了我 我就去另外一间 大家明白一件事 大家明白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以后 有事麻烦更多呢 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 麻烦会更多呢 你说如果神在这里 为什么他不帮我呢 你说如果神在这里 为什么他不帮助我呢 并不是神不帮你 并不是神不帮你 而是他要容许 你这些麻烦 这些挑战 这些挫折 他是要容许 这些麻烦 挑战 挫折 来改造你的生命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遇到挑战 遇到挫折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遇到挑战 挫折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我们不可以靠自己 我们不可以靠自己 我们的力量有限 我们的力量有限 当我们一天 我们发觉到的时候 当有一天 我们发现的时候 发觉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目光转向神 我们就把我们的目光转向神 他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他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阿们 但是我们人呢 保持我中心 但是我们人 非常以自我为中心 很多人以为自己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很多人认为自己 能够改变世界 对吗 甚至信了主之后 这个价值观都没有改变 甚至信主以后 这种价值观并没有改变 他每一件事情做的决定 神都不会在里面 正如上个礼拜 师母说的约 正如上个星期 师母所说的约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神在他生命中有个呼召 神在他生命中有呼召 但他自己另外有主意 但他另外自己有自己的主意 神你叫我去 我不去 神让我去 我故意不去 他以为他能够避开神 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 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 自把自为 自以为中心 自我中心 自我为中心 所以 神就要容许我们生命中的事 用这些事来对付我们的生命 所以神就要容许这样的事情 来对付我们的生命 有谁明白我说什么 有大家明白我说的吗 你有没有被神对付过你 你有 你有 你有被神对付过你的话 你有曾经让神对付过你吗 你要说哈利路亚 Amen Amen 神爱你才对付你 神爱你才会让你有接受挑战 神为什么要对付你的生命呢 神为什么要你对付你的生命呢 就是在这些挫折当中 就是在这些挫折当中 在这些困难当中 听着 让你认识你自己 让你认识你自己 让你认识神 让你认识神 如果你不认识自己 如果你不认识自己 我们怎样可以认识神 我们又如何认识神呢 对吗 对吧 所以你信了耶稣之后 所以你信主以后 耶稣以后 绝对不是玫瑰圆 绝对不是玫瑰圆 绝对不是你头上有个光环 绝对不是你头上有了光环 走出去 走出去每个人看到你的光环 你只不过像耶利亚一样 你只不过像耶利亚一样 一个平凡人 神就用生命中的困难 绝对在你生命中 塑造好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主就在用你生命中的困难 去塑造你基督的这样的人 你明白吗 你就不会埋怨神 你明白了你就不会埋怨神 更加不会信信一下 你就不信 更加不会在中途 就突然间不相信神了 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自己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自己的例子 主在世上侍奉了三年半 主在世上侍奉了三年半 他有没有困难吗 他有困难吗 他的困难数到多数不出 他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数不清 他也告诉我们 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他说我将这失事告诉你们 我要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只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只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圣了世界 我已经圣了世界 主耶稣如果在世界上都受苦难 主耶稣如果在世界上也受苦难 一个学生不能比他老师还大 我们会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有困难呢 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有困难吗 当然会 但是我们要明白 在真理上要有明白 但是我们在真理上要明白 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信信和不信呢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 在信的宗族徒突然不信了呢 遇到一点点困难就退缩呢 遇到一点点困难就退缩了呢 因为他们真理不明 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 没有真理的基础 没有真理的基础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明白 我们相信的神 我们相信的神 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来看看保罗自己本身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自己本身的例子 这段经文呢 是很简单讲出来 保罗自己本身描述 这段经文很简单 当时保罗自己本身描述 他自己本身所受的苦 他们自己本身所受之苦 他们是基督的福人吗 我更是 我被他们多受苦劳 多下监劳 受鞭打是过重的 无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就一夜在深海里 由屡处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道策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抗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兄弟的危险 受牢碌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有饥有喝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怒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又为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 我不朝急呢 Amen 好了 这个是 很简短 保罗的生命 这是非常简短 保罗的生命 他所受的苦 他所受的苦 好 我问大家一句 我问大家一句 有谁信了耶稣 所监的举手 有哪位信主以后 坐过牢的 请举手 没有啊 没有吧 有谁信耶稣 被人打过的 有哪位信耶稣以后 被人打过的 请举手 打过四十次 每次 不是 对 五次 每次三十九下 为什么打三十九边呢 为什么打三十九边呢 因为这个犹太教的规矩 这是犹太教的规矩 不可以打四十边的 不可以打四十边 一定要减一边 三十九边 一定要减一边 三十九边 我知道今天呢 在世界上呢 新加坡的地方 回教徒的地方 还有这个边形 我知道世界上 在回教徒 在新加坡的地方 还有边形 但是我相信 都不会打四十九边 那么多 但是我也相信 不会打三十九边 那么多吧 打你几边的 有都开花 打你几下 在新加坡有打的 屁股也开花了 有没有人被人打过 有没有人被人打过 OK 有没有人被人用棍打过 有人被人用棍打过 有没有人被人用石头丢过 有没有被拆捉过 有没有被贼捉过 没有吧 保罗全部都经历过 保罗全部都经历了 因为他信主 因为他信主 因为他侍奉主 因为他侍奉主 所以他经历这些这些 所以他经历了这些 我们还可以投诉吗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受负 像师徒保罗那样 我们没有一个人受负 像师徒保罗一样 但是保罗坚持到底 但是保罗坚持到底 三十多年 侍奉主从来都不退缩 忠心为主 三十多年 侍奉主从来没有退缩 忠心为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保罗可以这么坚持呢 你有想过 为什么保罗能够那么坚持呢 我相信有两个原因 我相信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 就是对神的信心 就是对神的信心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 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此 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保罗清清楚楚知道 他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保罗清清楚楚知道 他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哪位 我知道他能够保守我所交托 保罗知道他的将来 在神的手中 并不是在人的手中 他知道他的将来 是在神的手中 不是在人的手中 所以他在人的手中 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难 所以他在人的手中 受了很多的苦难 但他知道 掌管他将来是神并不是人 他掌管他将来的是神 而不是人 他所受的苦难 他所受的苦难 只不过是将来荣耀冠冕上的真珠 只不过是将来荣耀冠冕上的真珠 所以对他来说 所以对他来说 为主受苦并不重要 为主受苦并不重要 因为他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字这样说 他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说 我想延祭的福祷 若比起将来要 陷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中介意了 大家知道吗 如果我们一生对主中心 我们一生对主中心 我们坚持到底 我们坚持到底 你们每一个人将来在主那里会拿到冠冕 你们将来在主的面前会拿到冠冕 而你为主所受的苦楚 只不过冠冕上的真珠 而你所为主所受的苦 苦楚只是冠冕上的真珠 各位弟兄姐妹 你相信吗 神呼召你 将来 你有奖赏 而这个奖赏 是没有人能够拿走的 保罗清楚地知道 所以对他来说 为主受苦并不是一回咋摸的事 为主受苦并不是怎样大的事情 因为他是对神的信心 因为他是对神的信心 从来不要动的信心 从来不摇动的信心 各位 各位 你对我们的神有这个信心吗 你对我们的神有这样的信心吗 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 你知道你所信的是哪位吗 你相信他可以保守你吗 相信他会能够保守你吗 相信的话你举手 你相信神可以保守你所交托的一切 我相信这是第一个原因 因为他认识他所信的神 因为他认识他所信的神 各位弟兄姐妹 你认识你相信的神吗 你对他认识是不是头脑上认识 你对他的认识 只是头脑上的认识 还是心灵中的认识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原因 我相信保罗为什么能够坚持到底 我相信为什么保罗能够坚持到底 因为他有一个很强的使命感 因为他有一个很强的使命感 什么叫使命感呢 什么叫使命感呢 就是神将那个使命交了给他 就是神把使命交托给他 他这个使命就成为他每日生活的动力 这个使命就成为他每天生活的动力 我们看到保罗的诗信当中 我能不能看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他用这个马拉松这个赛事理 形容他的天路 他用马拉松的赛事来形容他的天路 大家知不知道马拉松跑42公里 大家知道马拉松要跑42公里 不是那么多人跑得了 不是每个人能够跑完 有些人跑一半就放弃了 有些人跑一半就会放弃 周身骨痛 脚都痛 抽筋不跑了 全身都酸染 不跑了 我们基督徒的天路就是如此 我们基督徒的天路就是如此 由你信主的那一天 到你建策的那一天 是不是马拉松的赛事 你想完成这个赛事 你想完成这个赛事 一定要有一个使命感 一定要有一个使命感 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不要人云亦云云 不要人信了 你也跟着信 都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么 但当你知道自己在信什么的时候 你就能够集招 你就会能够 集聚招 聚焦 你就能够坚持到底 你就能够坚持到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你是侍奉神不是侍奉人 你是在侍奉神不是侍奉人 你是取悦神不是取悦人 你是在取悦神而不是取悦人 因为保罗的强烈使命感 因为保罗强烈的使命感 所以对他来说 所以对他来说 生死并不是一个问题 生死不重要 所以你看到他在腓立比书上面说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我死了就有益处 Amen 不是这么多人可以说这句话 不是这么多人能够说这句话 对保罗来说 对保罗来说 基督就是他全部的生命 基督就是他全部的生命 他活着就是为了基督 他活着就是为了基督 如果他死了呢 他死去 更加有益处 更加有益处 他说我更加欢喜去主那里 我更加欢喜去主的面前 但活着 但活着 基督就是他的生命 基督就是他的生命 有两节圣经 有两节圣经 可以解释这个使命感 可以解释这个使命感 我很喜欢这两节圣经 我很喜欢这两段圣经 在这里 我用这两节圣经来勉异 无论你在做什么 这两节经文 就是你的使命 就是你的使命 请阿Sereen为我们读出来 哥罗西书第一章 28到29节 我们传扬它 是用诸般的智慧 勸解各人 教导各人 要把各人 在基督里 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我也为此劳苦 照着他在我里面 运用的大能 尽心竭力 Amen 我们被呼召侍奉神 是在做什么呢 是要把其他的弟兄姐妹 是要把其他的弟兄姐妹 在基督里面 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 在基督里面 完完全全引导在神的面前 就是说 做就所有的信徒 换句话说 就是造就所有的信徒 让他们也像基督一样 有基督的品格 有基督的品格 有基督的生命 保罗也一生为这个使命而劳苦 保罗也一生为这个使命而劳苦 而献出他的生命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保罗的生命当中 我们在保罗的生命中 我们学到了很多的功语 我们学到了很多的 对吗 因为他对神的信心 因为他对神的信心 因为他的使命感 因为他的使命感 所以他一生坚持 所以他一生坚持 从来不放弃 从来不放弃 在保罗的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保罗的生命中 我们能够看到 当一个人完全奉献给神 当一个人完全奉献给神 神可以怎样使用他 神能够如何使用他呢 保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 神知道 所以神呼召他 所以神呼召他 在保罗殉道之后 在保罗殉道以后 保罗好像一个先驱者 一个pioneer 保罗就像一个先驱者 他把这个福音开始 他把这个福音开始 和同工把整个福音 传去中亚 西亚 和整个欧洲 他与他的同工 把福音传到中亚 西亚 整个欧洲 但是保罗死了之后 在过去的2000年当中 在过去的2000年里 无数无数的基督徒 无数无数的基督徒 把这个福音 由西传到东 由西传到东 今天福音差不多 全遍整个世界 今天福音基本传遍整个世界 当然还没有 但是福音已经由西向东传了 但是福音已从西传到东 而过去的2000年当中 在过去的2000年里 神也兴起了很多很多 好像保罗那样 神也兴起了很多像保罗这样的人 是将这个福音 有一个传福音的心志 有传福音的心志 好像去年是回了主族的 那位大报道家 记不记得什么名字 记不记得 葛培里 葛培里 葛培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他就是现代的保罗 他就是现代的保罗 但是葛培里将福音传到 给多少人 但是你知道葛培里 把福音传遍了 给多少人呢 人估计听过他的福音 在很多不同的 譬如说电视 各方面 广播 和正式的报道会 大家估计在不同的场合 听到他所的报道会呢 超过一亿人以上 超过了一亿人 哇 多过保罗很多 比保罗还要多 当然今天的世界不同 当然今天世界不一样 神就轻易一点这样的人 神就是兴起这样的人 将这个福音传出去 把福音传出去 各位 各位 你说我不是保罗 我不是保罗 我不是保罗 你不是保罗 你不是保罗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能可以保罗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能会像保罗一样 你说我做得了什么 那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告诉你能够做什么 虽然你和我都不是保罗 虽然你我都不是保罗 对吗 但是你和我 神都有个呼召 但是你和我 神都有了呼召 对不对 神在你生命中 有个呼召 神在你身边当中 有了呼召 所以今天 我和大家分享 保罗这个生命 所以今天我与大家 分享保罗这个生命 我们可以学在保罗身上 学习 我们可以在保罗的身上学习 这个保罗自己说 这是保罗自己说的 他说 他们应该效法我 让我效法基督 他说 你们应该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 保罗叫我们效法他 保罗让我们效法他 因为他效法基督 因为他效法基督 虽然你不是保罗 虽然你不是保罗 你不能做到保罗 你不能做到保罗 但是我们可以效法保罗的生命 但是我们可以效法保罗的生命 对吗 我们效法他什么呢 我们效法他什么呢 我刚才所说的三种东西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三种东西 就是效法他的中心 第二 效法保罗坚持到底 效法他坚持到底 第三 效法保罗的使命感 第三 效法他的使命感 当你能够效法 当你能够效法他 神就能够在你生命中 做一些东西 神就能够在你的生命中 做一些事情 可以使用你 可以使用你 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大家相信吗 大家相信吗 虽然你不是保罗 虽然你不是保罗 但是今天 为你保罗生命当中 我们在保罗的生命当中 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的功课 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的功课 让我们大家一同学习 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 这个信心的伟人 这个信心的伟人 最伟大的使徒 最伟大的使徒 一起忠心侍奉神 一起忠心侍奉神 坚持到底 永远不住 永远不离 主在启示里说过 他说 呼召的人多 主在其中说过 呼召的人很多 被损上的人少 被损上的人很少 但是被损上的人 一定要忠心 但是被损上的人 一定要忠心 Amen 神呼召全世界的人 神在呼召全世界的人 悔改归主 悔改归主 你已经被他损选 大家知道你已被损选吗 Amen 损选成为神的儿女 损选被成为神的儿女 那主的要求 就是要你忠心 Amen Amen 请敬拜归上来 各位弟姐妹 今天在保罗的生命当中 弟兄姐妹 今天在保罗的生命当中 你学习到什么呢 你学习到了什么呢 有什么样的鼓励呢 有什么样的鼓励呢 有什么样的安慰呢 有什么样的安慰呢 我能在腓立比书 告诉我们听 在腓立比书 如果我们有什么 在主里面有什么的交通 如果我们在主里面 有什么的交通 在爱心里面有什么鼓励 在心里面有什么鼓励 我们要同一心志 Amen 同一心志 要同一心志 Amen 今天 今天 神在你生命中 有一个呼召 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呼召 你已经回应了这个呼召 你已经回应了这个呼召 我盼望大家 我盼望大家 在未来的日子 在未来的日子 能够坚持到底 能够坚持到底 一生向主中心 一生向主 Amen Amen 大家请问一下 大家请问一起祈祢 感谢观看